在中国如果你有需要别人的帮助 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 那么基本上这个人会告诉你他所知道的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他会很有责任性的告诉你他不知道 或者至少他会给你一个比较有可信度的线索 也就是说他相信他给的这个线索 有90%或99%以上的可信度 他才会就是给你这个线索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要看个人的这个性格了 如果有些人非常热心于帮助别人的话 那么他会甚至于帮你去找这个线索 就是他们自己帮你去找这个这个信息 然后再提供给你 基本上是这样吧 OK